早前在马鞍山被人临二燃液体烧伤的男人 情况很转 立法会议员葛佩帆说 伤者李先生完成第三次直皮手术 身体仍然虚弱,可以下床走下 不过手指未能活动 他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去到医院探望 并且转交市民的心意卡、信件以及第三批支票 李先生上个月在马鞍山阻止一批人破坏港铁站期间 同人口角,被人临二燃液体烧伤 一度昏迷十几天